如果说好不好玩是奠定游戏的基础的话 那么能开黑就是决定游戏热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酷酷 最近跟饭板块每天都在上行啊 作为练游玩家 看得得眼花缭乱了 但是众官目前所有的练游项目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 那就是没有太过注重游戏类的社交属性 玩家纯粹是打进机器 其实玩拉蟹也是如此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不仅好玩 且能抱大腿的Pay&M游戏 Guild of Guardians 守护者工会 Guild of Guardians 简称GOG 是由Statico Games开发的 这家公司曾开发过3A级别的游戏 在移动和PC端里积了500万的下架量 例如Enemy Manager Century Siege等等游戏项目 GOG目前建立在以太坊的Layer 2 Immutable X 那目前在Immutable X上都有非常多的游戏项目啊 就像是我们前几期说过的元宇宙项目 Vivi 那听说Vivi最近开放部分用户 这是MTL功能了 那相信这个功能也会很快上线 那如果新来的小伙伴不知道Vivi是什么项目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了解一下 我们回到GOG GOG是一款免费游玩的3D NMO RPG游戏 游戏是借鉴了暗黑破坏神的玩法 而且是一款移动端的游戏 你可以在厕所玩 床上玩 想玩就玩 而且官方强调GOG是去除PVP模式的 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游戏平衡 保障用户的游戏体验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炼油的PVP模式 都要玩家双方先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参与 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剩 那无疑是给科兴大佬送钱 所以游戏的核心玩法分别是PVP以及工会模式 来攻击副本从而获得资源 用这些资源来铸造装备或者召唤英雄 和下面我们会说到的共同赋予机制 那关于GOG的英雄 每个英雄均有一个主动和被动技能 而派系分为Empire、Glay、Hord三种 职业则分为射手、战士和法师 那为了符合策略性的玩法 所以每个职业分别拥有水、火、土、光、暗 五种属性其中一种 而稀有度则分为普通道传奇 在进入游戏副本之前 也就需要先购买或者使用免费英雄来参与游戏 那怎么购买这些英雄呢 不少玩家来到官方的页面 才发现所有礼包都被早期玩家扫光了 那晚来的 又对游戏感兴趣的玩家岂不是没机会了 那其实还有一时机会 先来跟着我来到官方的Discord公共频道 官方会在这个频道不定期的发布英雄或者宠物售卖活动 玩家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 根据指引 签下你的Twitter和Discord的用户名和编号即可 但是 官方还有一个审核条件 就是他们会审核你是不是在活动发布之前已经关注了他们 如果不是 那很抱歉 你99%会失去这次的中奖机会 因为官方是非常注重用户是不是真实的GOG爱好者 那反之 如果你在活动前已经关注了GOG的社区 那就听天有命吧 毕竟这个项目已经有20多万人关注了 酷酷也很想要娱乐 不过感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加入我们社区 我们一起稀释一下中奖机率 那说完付费英雄再来说免费英雄 从官方的影片来看 官方应该会提供4个免费英雄给玩家参与游戏 毕竟游戏是免费游戏嘛 那通过副本 也有机会获得英雄或者英雄碎片来召唤英雄 那免费英雄不可用于市场交易 但是 可以合成 通过消化免费英雄和Jam 就有机会合成一个高级英雄 那高级英雄可用于市场中交易 而刚刚提及的5种职业元素 官和暗都是只有通过合成获得的 那基于策略性的玩法 在某些副本中 肯定有官暗抗性比较高的怪物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合成了一个官暗逐境的英雄 就可以卖个好价格了 又或者留到我们接下来说到的 另一种游戏模式 那关于游戏模式 在第一模式中 玩家需要组织4个英雄来参与副本 通过副本来获得装备和Jam 那装备的作用 就是给英雄带来属性争议 让你的英雄变得更强 去挑战更高难度的副本 那玩过传统游戏的玩家应该都懂了 而Jam的作用 就是提高英雄的等级上限和制造装备等等 而在游戏中可佩戴的装备 分别有武器 头盔 手势和鞋子 这里要注意 官方是不会出售任何游戏装备的 所以所有装备 均是从副本中产出 那如果你在游戏中 到了一些稀有装备 传奇装备 也可以低到二级市场上 卖个好价格 那另一种公会游戏模式 是GOG最核心的玩法 通过官方发售的公会 来组建成员 挑战只有公会 才能参与的副本 而公会分为四种级别 从左到右 分别是冒险家 勇士 传说和神话公会 那不同级别的公会 能容纳的成员数量 功能和售价都不一样 例如只有2000个的冒险家公会 发售价20刀 只能容纳20个人 并且享有游戏拍卖会的 9.9则优惠 而最高级别的神话公会 只有10万个 发售价10万刀 可以容纳50个人 并且享有游戏拍卖会的 9则优惠 除此之外 会长还可以获得来自公会成员 任何销售的百分比抽成 最高可得10% 目前官方的公会资格 已经被扫荡了 那新手能做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那我大退 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公会 那如果说 你有稀有的光暗属性的英雄 那你肯定就能进一个很好的公会 那进公会的作用是什么 刚刚不是说会长最高可以说到 来自玩家收入的百分之十吗 那进公会不就白给了吗 姑姑介绍了什么鬼烟友啊 反手就想给一个差点 诶 别 各位大佬爷们 今晚这里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最最最核心的状态方式 我称之为共同富裕机制 这公会会以某种形式 可能会是刚才提及的游戏拍卖会 来获得游戏装备图纸 拿着装备图纸 玩过游戏的小伙伴估计都懂 可能挑战需要用到各种不同的高级和普通材料 而这些材料通常会分布在不同级别的副本 那这里就体现出工会协作和社交等功能 并不是说装备不好 等级第一个就不能进好的工会 因为工会也需要小白菜山下采蘑菇 让大佬上上打野怪等等 从工会副本中获取大的材料 然后贡献给工会制作武器 而这把武器可以用于出售 或者用来挑战更高难度的副本 因为刚才也说到 官方是不会出售装备的 装备全靠爆核打造 所以说这些由图纸做出来的武器价格都会非常精彩 因为某些工会副本中必须要用到这把武器才能更好的通关 那如果工会决定出售这把武器 那么所有的工会成员都会根据自身的弓箭度来获取收益 多劳多得嘛 那这种图纸造出来的武器肯定越早期越值钱 可能会值几个以太坊 那一款好的游戏 肯定离不快宠物之后挂箭了 那GOG的宠物是无法从副本中获取的 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在二级市场上购买 又或者是在官方的discord公共频道的销卖活动 所以要时常关注官方社区的信息 又或者是了解更多GOG的最新动态 宠物是分为三种类型和四种是有级别的 分别是walkers 主要功能是生成材料 scout 提高装备 素材等掉落机率 hunters 提高用部奖励 新手的话建议使用scout和hunter从未来获得更好的装备和奖励 在前期尽快提升自己 来获得加入工会的资格 关于游戏代表和项目规划 GOG代表为jam 总供应量为10亿美 100分之70会用于游戏和GOG社区 官方预计将明年上线alpha和beta版本 计划在2023年上线公社 感兴趣的小伙伴力切关注GOG的官方社区 而目前GOG最活跃的社区分别是quitter和discord 所有最新消息都会发布在这两个渠道 总关注人数已经到了20多万了 在官方的discord里面还有非常亲切的中文频道 中上左述 GOG团队加努力的将边玩边钻的机制升华 丰富游戏内容 让玩家透过玩游戏之余 还能带来额外的收益 而不是为了钱而玩游戏 而且工会模式的玩法 让玩家多了交流的机制 感受开黑带来的氛围 而不是上线做完日常 拿完奖励 然后下线 GOG让游戏回归游戏 也把所有权交给了玩家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小伙伴求一键三连 关注酷酷 代理了解更多优质的区块链项目 我们下期再见